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几天大盘指数呢 其实都在整理 对不对 甚至于呢 还有一点弱势 比如说像今天 大盘收盘的时候下跌了五十几点 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在开盘的时候去放空股票 在大盘杀下来之后 把你早盘所放空的股票给补掉 不管收盘 大盘是涨还是跌 都跟我们没有关系 对不对 因为我们要赚的是什么 是今天大盘几百亿的成交量里面 去赚属于你该赚到的钱 那这个盘呢 在今天收盘的时候跌掉五十几点 我跟各位说 跟着王良做当冲的会员 在今天呢 十一点二十三分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部位呢 通通洁清 通通了结 我呢 今天带会员当冲哪些股票 等一下我会告诉各位 可是我跟各位说 我会去利用的是什么 利用的是每天成交量最大的时候 也就是从开盘到十一点这一个过程 我觉得这很重要 而且我认为呢 大部分想要做当冲的人 其实没有得到要领 对不对 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那么如果你想要做当日冲销 可是呢 你又不会 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做 不知道该怎么去挑 这一个波动 价差会比较大的标的的话 我告诉你 跨出这一步 让王良来教你 跨出这一步 让王良来带你们做 就好像呢 我在上个礼拜四 我有跟大家说过 上个礼拜四 王良带会员当冲 太硕 宇治 先锋 油田跟环球金 对不对 王良上个礼拜四 在一月十号 带会员当冲的 包括呢 先锋 放空完之后呢 盘中把它补掉 王良上个礼拜四 当冲的先锋 当冲的油田 当冲的环球金 当冲的宇治 还有呢 当冲的这一个泰塑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价差呢 其实是相当的大 今天如果你等一个月 赚到的是5% 那为什么 一天当中 如果有4% 5% 我们不把它给拿下来 对不对 那你们再看下去 上个礼拜四带会员做 王良上个礼拜五带会员做的 有没有在节目当中公开 有没有让会员能够赚钱 你们再看下去 上个礼拜五 王良告诉你们 我带会员做的是什么 做的是利三 做的是统心 做的是普瑞 其实在我当冲的股票里面 只要其中有一只或者有两只 具有相当大的一个价差的话 我告诉各位 整体上就会是赚钱的 对不对 整体上就能够获利了结 王良上个礼拜五所当冲的 包括利三 包括统心 包括这个普瑞 而且呢 如果我们把它补掉了 把普瑞补掉 把统心补掉 把利三补掉 我跟各位说 接下来呢 你什么烦恼都没有 对不对 你不用去管 到底礼拜六礼拜天会发生什么事 你也不用去担心 到底晚上的美国会涨还是会跌 为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获利了结 盘中就获利了结 对不对 那王良所当冲的股票 你们再看下去 统心 当天呢 留了上一线 那么普瑞呢 在王良补的时候 K线是收黑的 那包括这个利三 各位可以看到 他出现了相当大的价差 如果一天当中就能够赚到这一根 我问各位 那接下来呢 在明天之后 我是不是能够再去找寻 能够再去掌握新的机会 所以在今天 我跟各位讲 王良继续的带会员去当冲 而且我跟各位说 全市场 只有王良一个人有本事 有那个能力带会员从事当日冲销 绝大多数的股票老师呢 都来追股票 对不对 动不动呢 去追金战 动不动呢 去追富胜 动不动呢 去追盘中是最强的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会员要准备一大堆的钱去交割 因为买在涨停满 因为要放到明天 要放到后天 因为在之后呢 还有可能会套牢 对不对 但是你们刚刚有看到 王良当冲泰塑 当天就赚钱 王良代会员当冲立山 当天就赚钱 对不对 王良今天代会员当冲的 我告诉你 我代会员呢 当冲的统薪 当冲的宇治 还有呢 当冲的梁伟 钱在哪里 我们就从哪里提款 王良现在限时限量 推出当冲的体验一加一的专案 让你的当冲是零负担 让赚钱变得更简单 其实我们最该重视的是什么 如果你真的想要赚钱 最该重视的就是当下 就是现在能不能够赚到钱 能不能够领到钱 对不对 王良今天代会员当冲的股票 有没有波动 有没有震浪 我跟各位说 如果你也想要当冲 但是呢 你没有要领 如果你也想要当冲 可是你不知道标的 如果你也想要当冲 可是你不晓得 什么才是正确的操作原则的话 没有关系 请你们跨出这一步 王良来带你们坐 我在今天代会员当冲的统薪 找盘去放空统薪 还有呢 放空了两尾 还有呢 去放空了宇治 而且今天的宇治呢 波动非常大 价差非常大 对不对 因为我是在开盘之后呢 就带会员去放空的 各位想一想 如果你放空了宇治 放空了筒心 放空了两尾 那么当宇治杀下来的时候 你这整体的空单 是不是能够让你赚钱 对不对 如果能够让你赚钱 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 我们接下来就应该要获利了解 而且王良知不知道 哪些股票可以放空 你们再看下去 今天王良代会员放空两尾 就在我补的时候呢 是留上影线的 对不对 王良今天代会员放空的筒心 就在我补的时候 K线还是黑的 王良代会员放空宇治 我跟各位说 要空就要空这样子的股票 对不对 一空呢 马上就跌下来 如果今天的K线呢 开盘之后一路往下杀 开盘价就是今天的最高点 那我请问各位 在今天开盘去放空宇治 在今天盘中杀下去的时候 来进行当冲 能不能够赚钱 那么看到这里我知道 很多人心里面 一定有很多的感触 为什么 因为在最近 大部分的股票老师 还是在带大家去追 追一些刚上市的 追一些看起来很强的 对不对 所以绝大多数的人的手上 几乎可以说都是套牢的股票 尤其在最近 王良常常听到 在盘中的节目当中 很多人在分析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叫做负胜 那么我本来都没有去注意到它 可是实在太多人在分析了 我也很好奇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在一上市之后 就有很多人冲进去买 结果买完就套牢了 所以每天必须在节目当中去介绍 在节目当中去喊 去希望看看有没有别人可以去救它 有没有别人愿意去拉股票 对不对 可是我请问各位 如果你是做当冲 我告诉你根本没有这个问题 在明天 我们就能够去找到新的机会 我们就能够去赚到更多的钱 对不对 而不是当你买完了负胜 当股票现在跌到150 我跟各位说 很多人在喊救命 而且我知道 当初他刚上市的时候 真的有一大堆的利多 所以很多的股票老师 都蜂拥而至 而且都带会员下去追 对不对 而且以为股票 从上市以后 它就会开始涨 它就会开始飙 从上市以后就会开始涨 开始飙 结果到今天 你们想一想 是跟着我娘 每天可以从市场当中去领钱 比较好 还是你去买进了负胜 买在最高点176.5 170 168 今天跌到多少 跌到150块钱 那你说这种股票 我会不会去做 我不会去做 为什么 因为这种过热的股票 这种没有历史参考性的股票 这种一大堆人在喊的股票 我娘认为 其实它是最危险的 可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 要大家都看好 要大家都认同 然后才会觉得安心 才会觉得放心 对不对 可是你们会发现 我们在股票市场里面 让大家赔最多钱的 就是大家本来很安心的股票 比如说买在260块以上台积电的人 他本来很安心 结果现在也是大赔 对不对 我娘是带会员去放空的 比如说当初去买国具 去买华星科的人 也是觉得很安心 因为被动元件的价格一直在涨 对不对 因为一直在缺货 结果也是大跌 那么新上市的股票 大家以为会有蜜月期 看到那么多老师在介绍 于是就挑天去买了 结果到今天 我跟各位说 很多人的资金 通通都卡在那里面 对不对 因为你可能买在170 可能买了168 可是现在的负胜 跌到了150块钱 那你说跟着王娘做当冲 有没有可能钱会卡在里面 这怎么可能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当天就让会员获利了解 因为我当天就平仓出场 对不对 因为我当天就结清了今天当冲的单子 所以这么做 会不会是大家想要的 而且在过去的三天当中 价差波动很大的股票 王娘有没有掌握到 我是不是带会员去当冲的泰塑 赚钱 对不对 我是不是带会员去当冲的泰塑 而且马上就赚钱 我是不是带会员去当冲的雨智 今天去当冲雨智又是赚钱 而且你们会发现 王娘的的确确能够去掌握到股票 转弱的关键点 包括泰塑 包括这个利山 还有包括这个雨智 不用等一个礼拜 不用等一个月 王娘告诉各位 当天我就能够带你获利了解 下一个阶段回来 针对当冲之外 当然王娘还是有带会员 从事一些波段的操作 王娘波段怎么做 王娘的波段 有没有做得比别人更厉害 如果你想要知道 请你锁定我的节目 在广告过后 我还有更精彩的内容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所以王娘很积极的带会员从事当日冲销 但是我也没有忘记 有些股票 王娘仍然会带会员进行波乱操作 比如说 我曾经带会员放空过大桶 放空过先锋 放空过杰敏 放空过神盾 还有我们的手上还有大疆的空单 这些股票表现得怎么样 如果有些股票 它要走空一整年 走空一段非常长的时间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在任何一天当中 如果你去放空它 其实很有可能不仅仅是波段 短线也是有利可除 当冲也是有可能赚钱 对不对 请你们看下去 大同在今天跌到了24块9 我们会员手上还有大同的空单 然后先锋 今天杀到31块3 最近放空先锋的开始赚钱了 对不对 不只是先锋 其实王娘代会员放空了三次的解敏 今天跌到66.5 也是让所有放空解敏的人 全部都赚钱 再来还有一档股票 叫做神盾 神盾今天跌到179 跌到179 这一波的神盾 从228到现在为止 杀了多少 那么请大家想想看 如果你想要做波段 跟着谁做才赚得到 王娘代会员放空了大同 对不对 放空了先锋 还有呢 代会员放空了解敏 你有没有看到今天的收盘价 已经创下了过去一个月以来的新低 这表示空单摆着 后面还有钱可以赚 对不对 包括这个神盾 尾盘也杀下来收在最低点 那么现阶段呢 也已经盘出了一个头部 那针对神盾很多人认为说 这个指纹辨识的晶片呢 也许在未来会大卖 我跟各位说 如果它是销价竞争呢 如果呢 它的一个量率不够高呢 你们知不知道神盾 它头片呢 是投给台积电 对不对 而且头片量很庞大 所以大家可能会认为说 那头片量很庞大 表示什么 表示呢 它的业绩很好 不对 因为你的量率不够 所以呢 你才要大量的投片 对不对 如果量率不够 那代表什么 那代表设计上呢 很有可能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呢 从头到尾都看空神盾 你们每个人都知道 对不对 今天的神盾 有没有杀下来 那除了神盾之外呢 还有一张股票叫做大疆 今天收在478.5 收在今天的最低点 今天是1月14号 这一波的大疆呢 反弹最高来到552 552是在1月7号 那1月7号那天 发生什么事情 1月7号那天 报纸登些什么 我呢 有没有告诉过各位说 当时的大疆 我一样看空 一样带会员去放空 结果 我们这边放大一点 1 2 3 4 5 6 连续6天 K线都收黑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连续6天 K线都收黑 各位知不知道 1月7号那一天 我跟各位说 报纸登些什么 报纸告诉我们 他说 他说这个 大疆 未来两年的获利 渴望再翻倍 而且就在这个时候 报纸告诉我们什么 大疆呢 业绩倍增 连9月攻顶 连9月攻顶 你们看到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利多 对不对 而且是大利多 那天股票在哪里 那天的股票涨到 552块 就在1月7号 所以你们要选择去相信那些媒体 还是要选择相信王文娘 我认为这已经是一只炒过头的股票 今天你看到大疆跌到哪里 从552跌到了478.5 从552跌到了478.5 我绝对有在节目里面 把大疆的利多拿出来呢 念给大家听 对不对 绝对有告诉过各位 其实这档股票呢 就到此为止了 那除了大疆之外 我跟各位说 这几天 很多人说5G呢 很好 很多人说散热很好 对不对 我跟各位说 数再高 也涨不到天啊 今天这些股票 绝大多数呢 都是投信炒作出来的 这里面包括像谁 包括像超纵 包括呢 像双红 这一波的超纵 我跟各位说 投信的持股可以说相当多 对不对 可是今天股价的表现呢 可以说相当的弱 那针对这个双红 震荡震荡之后 你觉得他会继续的创新高 还是会反转向下 我的看法呢 是后者 而且我跟各位讲 其实 过去一段时间我知道 大盘跌到了9400 很多人急 急着想要把钱赚回来 很多人呢 觉得便宜就会再下去买 对不对 那当然也有些人 利用大家这种心态 所以呢 可以把股票拉高出来出货 比如说像这个负胜应用 这一次很多人去买在170几 买在168 对不对 现在跌到多少 跌到了150块钱 是不是除了去追股票之外 没有别的赚钱的方法 一定要去追负胜 结果从176.5 跌到今天的150 那当股票跌下来之后 我跟各位说 你的心里面有没有压力 你的心里面有没有负担 今天如果你真的 想要好好的做股票 没有错 你可以做波段 你也可以做短线 对不对 可是谁愿意带你们去做 你们刚刚有看到 我放空先锋赚钱 放空解敏赚钱 对不对 我两代会员放空的大同 这一波更是大赚特赚 可是我晓得 很多人现在急 很多人现在就想要赚钱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跟各位说 我们如果做当日冲销 你把所有的事情 都来今天解决 你不要把负担 不要把压力 不要把痛苦去带到明天 我请问各位 你们可能会过得比较快乐 如果你现在手上 有一大堆套牢的股票 比如说 长得就像是负胜这样 你晚上要怎么睡 你的心情会好吗 其实是想要赚钱 对不对 结果呢 却赔到 很有可能会失眠 那这样子的生活品质 怎么会好 为什么要不明就里的 就冲下去买股票 那么如果讲到当日冲销 你们想一想 过去的三天 价差最大的股票 或者有价差空间的股票 或者当初能够赚钱的股票 王良有没有帮会员掌握到 我带会员去放空了什么 放空了泰塑 放空过栗塑 放空过包括像今天的雨智 对不对 而这些股票一放空完 当天就大跌 当天就跌下去 所以王良当然是 当天就让会员获利了结 对不对 谁能够像我一样 去选到具有波动的股票 而且要看对他当天的方向 我觉得这并不容易 尤其对很多产物投资朋友来讲 可是我知道 你们每天看到价格的波动 你也会想要去赚 看到每天的成交金额 你会觉得这里面的几万 这里面的几十万 也许是你可以去赚的 对不对 我告诉各位可以 你们来跟王良做 王良带你们去赚 王良在过去的三天 带会员所当初的股票 我放空过泰塑 补掉了 价差大不大 王良带会员放空过栗塑 我也补掉了 对不对 你说今天的栗塑 它是涨还是跌 跟我们有没有关系 我告诉你 一点关系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赚到了 我补掉了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赚到了 对不对 我补掉了 所以赚到的钱 明天 就会进会员的户头了 对不对 栗塑赚到的钱 是明天会进来 因为是上个礼拜五去放空的 上个礼拜五去当冲的 那除了栗塑之外 包括在今天 开盘带会员放空宇治 而且我在11点23分 让会员把空单补掉 所以我说后面的行情 跟我没关系 因为我已经补掉了 后面的行情跟我没关系 我们赚到了就跑 对不对 这样子是不是赚钱 我不用把所有的压力 所有的痛苦 甚至包括资金 通通一次都压进去 我跟各位说 你可以用五成 用六成的资金 来跟着王娘做波段 你也可以用三成 用四成的资金 来跟着王娘做当冲 对不对 如果你这么做 我跟各位说 上个礼拜四 你就能够去当冲到泰塑 当天就能够赚钱 上个礼拜五 就能够当冲到栗塑 对不对 包括在今天 我们当冲的什么 今天王娘带会员 当冲的是宇治 而在这个地方 我告诉各位 全市场 就王娘一个人 带会员做当日冲销 王娘知道该怎么做 这也是我相当拿手的 所以你看到今天的宇治 价差非常大 钱在哪里 我们就从哪里提款 当冲的限时限量 王娘现在推出体验一加一 让当冲零负担 让赚钱变得更简单 而且不用等待 如果你想要 请你把握住这个机会 在节目结束之后 拿起电话 跟我们线上的助理 做联络 只有祝大家 未来做股票 都能够大赚 明天见 拜拜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 翻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